对于十兆远这个行动党异议深远的地方 全国222个州议席 整500多个州议席 只有十兆远 从1969年到今天 行动党从来不曾输过 十兆远就是行动党的精神堡垒 感谢大家风雨同路 感恩有你 各位 我们今天来也见证了领导人的传承 我要代表行动党特别感谢 我们年轻有为的原任州议员 Asaka州议员张宇成律师 他决定不善政 但是他的行为大气的风度 成为了很多党员学习的榜样 他决定不善政 但是他告诉我一句话 一致火箭终身火箭 成为党员他即使不善政 也全力出来助选为我们十兆远的候选人 这个黄天荣为木卫区的国会候选人 尼可汉班代区的候选人黄美云全力助选 行动党就是需要这种能够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领袖党员和同志 这也就是行动党成功的地方 我要特别的感谢所有的支部干部 六年来行动党从嘎巴姓 曾敏兴 林吉祥 郭金福到林观音到现在的杜兆福 一代传一代 已经从第一代传到第二代 第二代传到第三代 我邱光耀 杜兆福都已经是第三代的领军人物 下来未来十年就要栽培第四代行动党 不但是马来西亚政坛长青涌在的政党 也是真正多元种族的政党 昨天我们在中雪罗华堂全国55国候选人 28个州议系候选人 83个火箭候选人去领这个委任状 行动党候选人的阵容 有华人 有马来人 有印度人 有比达佑 有卡达山 也有信 也有这个达亚 各种族的都有 环顾全马政党 真真正正马来西亚人的政党 就是民主行动党 我们相信格局将决定决局 态度决定高度 当行动党的格局越走越大的时候 上一届大选我们只打47国 这一届增加到55个国会 超过10%的增长 在霹雳州我们这一次打多一国一州 成功多打一个一例国会议席 还有安顺的张盖州 两个一国一州都是马来选民67到70%的地区 如果行动党能够在70%马来选民的地方也能够成功胜下 成功插旗的话 行动党未来20年 未来30年 将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首选的政党 就可以落实我们创党1966年 创党以来真正坚持的理念 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